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中间的那一段真的是让我觉得 我不管你平时在别人眼中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 喜剧的搞笑的刻意博眼球的或者是怎么样 但任何一种方式 包括像爆扣 都是在大家眼中是比较有争议的人 但我觉得方式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但每个人选择的过程最终都是为了追求 心里面想要的那一个舞台 你为之做出的努力 这个努力当然不止包括博眼球 也包括你下来怎么写歌 怎么样练习 怎么样在舞台上找那个感觉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 认同不认同这是大家的事情 但是内容本身该肯定的 我觉得还是要肯定 他第一期时候就我看起来 他是戴一个墨镜 把那张脸对这个延缩的样子 他说他也是就有意做的这样的形态 面对rapper 希望大家 对啊 我不也是一个刻意的姐姐吗 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 从PD来的区培 确实是他们提的 提醒我的 然后但是是我认为OK的 我只是觉得提了之后 我自己按照我的想法 那你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一个是海选的那个氛围 其实挺紧张的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 大家能没有什么压力 感觉我其实是个比较好说话的人 不会在我面前太紧张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 是觉得我不想让他们叫我老师 因为我初次见面 我啥也没教你 你干嘛叫我老师 就是这个意思 但你面对那么多就优越哦 就又给我们感觉很狠的哈人 当那么多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虽然你也很资深 你私里有没有点怕 或者怎样 那倒不至于 我只是怕口水 有的太近了 然后说得很激烈 就是话 我知道今年的赛制 大家没有什么battle的机会 没有什么现场的 怎么样去记性 全都集中在作品层面 所以我不能说你 你battle很厉害 你的freestyle很厉害 或者你的应变能力很厉害 把你放进来 你可能放进来一期两期 更多的就是长远的 就要考虑你的作品 你写东西是不是 能够走更远 其实每一个人来了走了 最大的遗憾 绝对不是被淘汰 最大的遗憾是 在你被淘汰的时候 你没有留下作品 你白来了 你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 是展示一种 还是得到一些什么 还是突破一些什么 其实我前两天做了个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 我感觉我离真实的自己更近了 就是在这个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压力 但这种压力也让我不得不卸下一些伪装 就是包括我以前 我跟人说话的习惯 我总怕说的不精准 会不会被人误会 会不会这个报道出来 写出来不是我原本说的意思 而且被媒体训练的 我跟谁说话 都会刻意的特别的精准 生怕自己说错了 表达的不精准 所以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 我生气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就是我的语言精准 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那一刻你的精神是紧绷的 是立刻能看出来的 而且我是觉得很多时候 有一些修饰 它不是属于我自己的 是属于艺人张亮颖的 歌手张亮颖的 但不一定是完全属于张亮颖的 它外面可能还隔了好几层的 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这个理由 然后里面才是我自己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参加完这个节目 我能够更 让自己轻松一点 以前有那种伪装 因为像你刚刚说我要精准吧 那其实也算一种 白色国家 我的伪装就是谁也不得罪 谁也不招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就是我的伪装 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 如果表达了觉得会不好 或者有奇异 或者会引起什么风波 我都选择退一步 或者选择闭嘴 或者把我的话包装得非常的中庸 但我觉得 那其实不是我 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都在这些道理的里面 我在阻止自己表达 但是你唱歌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表达的过程 如果把自己包裹得太紧了 其实会影响表达 我是有这样的思考的 所以到后面就觉得 是不是离自己更近一点 对作品有好处 你刚刚说这个节目 还打开你一些东西 那所以就这也是 促使你做那首歌的原因吗 你是说公演的时候 公演的时候 其实是个意外 我原本不是想的这个方向 是因为公演之前 招惹了点是非嘛 是啊 然后就被洗刷我的微博上面 包括有一些平台 就有很多刷我以前 各种各样的很难听的话的 对 我可能生气了 但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怎么太去 跟这些事情胡搅蛮缠的 我觉得挺烦 就像你以前烦 你这次都不觉得跟我生气了 也许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做这样的事情 我是纯粹从作品的角度上面去考虑 但又没有想到 大家在网上写吧 是爱写就写了 发送就发送了 我要把它变成歌吧 就有很多的不可以 不可以用 不宜大众 对 所以一直修改修改改到 最后还剩个两三天吧 就时间太短了 那个人你大概写了几天 反正收集资料都花了 得有个两天 你还有收集资料 不止我 不止我 工作室的小朋友们都有参与 对啊 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放在你自己身上 就说去 网上给我看一看 还有啥 给我回忆一下 我都有一些我都忘了 对 有些忘了 具体是怎么样的 说白了 我说这首歌 其实算 一半一半算 算我超网友的吧 也不能说超网友 就是特定的那些人 就是有一些原封不动的话是怎么样 后来发现不能用 要开始修饰 修饰 是再修饰 修到最后 怎么几天 我都记不清楚了 因为一直修到公演之前三天 就每一本 我demo都录了三本 事情本身不会刺激到我 会刺激到我的是 这种无聊的行为 也不叫刺激到我 我就是烦 就是哪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没完没了的 修国重体算是你满意的吗 觉得是我现在最留的一种表达 毕竟改了那么多 其实你们可以看工作室的歌词版 不是有很多插调的字吗 其实这个是比较相对的接近一点原本的 因为原本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不宜大众 毕竟我要唱出来就会有很多人看到这些话 就会知道这些话有多难听 但目前的版本已经是修饰得非常好听了 就真的是觉得我需要表达 而且我上周我有事没事我有什么情绪 我喜欢记在手机里面 上周给自己记得就是 我以前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或者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你以前处理的一些比如争议 或者这件事情没有事情的态度 对 我现在觉得退一步蹬鼻子上脸 所以我当时写了一句歌词 我说如果我过去的人生有五点 那就是我太给你脸 对不起这只是私下压个孕 压着玩给自己发泄一下情绪 对不对这次忘词 现在这卡过去了吗 没 还没过去 因为毕竟还是 虽然说我后来补了一遍完整的 我说等投票结束了之后给大家看 可能看后面有没有时间 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吧 就是棚里的看怎么样 因为最近的时间有点仓促 所以那比如说之后 如果再有一些争议或什么的 你还会决定用这种很热的方式写歌 还说你决定我以后 你什么决在保护上就不掉 我觉得我不会一直在这个状态 它就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很讨厌喋喋喋不休 要不我早就早年我就把这些事做了 还等你们来重复重复又重复 就是有这样的时机 要做就一次性做到头 就不要不痛不痒的 所以后面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人的性格 都是在遇到不同的事情之后 在一个过程当中 我也不希望自己老是那么义愤填膺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不是用来愤怒的 我的时间是用来做我该做的事情 和做我想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不想做的 我也不希望每天就是 一副要上战场一样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就说完就完了 喋喋不休会像个就是 像个怨妇一样 想领扫很烦